柯达在刺骨的冰水中 用尽最后的力气 敲打了冰面 就在这个危机关里 一头狼出现在了冰面上 紧紧地盯着冰下的柯达 忽然 这只狼高高地跃起 他想用四肢的力量 踩破冰面 救出下面的人 可想踩破这么厚的冰面 哪有这么容易啊 冰下的柯达 看到了狼的局努 他认出了这是阿尔法 也许是老朋友的出现 鼓励了柯达 他意识开始清醒 他拿出锋利的武器 向着冰面蒙砸起来 终于冰面被砸开了 阿尔法赶紧上前 把柯达脱了出来 躺在地上的柯达 虽然已经被冻得瑟瑟发抖 但他的心里却很温暖 因为他的伙伴阿尔法 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就这样 柯达迅速地 脱掉冰冷的衣服 在火堆边 紧紧地抱着阿尔法 靠着阿尔法的体温 和火的温度 熬过了这个夜晚 可第二天 柯达还是病了 他脱着虚弱的身体 带着阿尔法艰难的前行着 忽然 他看到前面有一个帐篷 和一个人影 他看到了希望 可当他跑到面前的时候 发现这个人早已冻死了 人不在了 能找点吃的也是好事啊 于是 柯达就开始寻找食物 可他翻遍了整个帐篷 都没有找到一点 可以吃的东西 看着这样的结果 柯达急火攻心了 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出 这样的情景 别说是两万年前的人类了 就是放到现在 基本就该准备后事了 他准备放弃了 他想死在这儿 至少他还有一个半 可当他看到脚下阿尔法的时候 他收回了这个想法 他明白 如果他现在死了 阿尔法也肯定危险了 就这样 为了阿尔法 他拿起了一把弓箭 继续上路了 可没走多远 一场更大的风暴 就出现在他们面前 赫达正想回头 后面却传来了 土狗的叫声 挡住了他们的退伍 他别无选择 只能硬着头皮 带着阿尔法 冲进了风暴里 来躲避土狗的追赶 最终 他们找到一个山洞 躲了进去 听着外面土狗的声音 越来越近 柯达和阿尔法 都做好了决议死战的准备 就在这深思一刻 那些土狗竟然从洞口 跑了过去 并没有进来 柯达的心终于放下了 可正当他感到幸运的时候 一旁的阿尔法 却更加的紧张起来 柯达顺着阿尔法的视线 看了过去 一个硕大的黑影出现了 原来是一只巨大的黑豹 还没等柯达反应过来 黑豹就向他发起了攻击 一旁的阿尔法 立马打在柯达的前面 和黑豹撕摇起来 面对比自己大几倍的黑豹 阿尔法没有退缩 但终归实力差距太大 阿尔法被黑豹压在了身下 发出了阵阵惨叫 就在这个危机关头 柯达拿起了弓箭 屏住呼吸 一箭射了出去 而阿尔法却没有了动静 柯达焦急着 呼喊着阿尔法的名字 过了一会儿 阿尔法才从黑豹的肚子下 爬了出来 但没走几步 他又倒在了地上 柯达抚摸着受重伤的阿尔法 鼓励着他 希望他能坚持下去 他一定会带他安全地回家 说完 虚弱的他 自己也倒在了地上 就这样 躺在地上的他们 只能用眼神 相互看着对方 鼓励着对方 靠着这种相互鼓励的意志 两个虚弱的肉体 竟然神奇地站了起来 向着目标继续前行 白天 他们顶着风暴 缓慢地前行 夜里 他们睡在一起 相互地取暖 天上的极光 成了他们第二天 继续的动力 他们就这样 不知 度过了多少个夜晚 不过最终 阿尔法还是没有坚持住 倒在了雪地 这次 不管柯达怎么鼓励 阿尔法始终 也没有站起来 看着奄奄一袭的阿尔法 脸色都已经发白的 柯达没有放弃 虚弱的他 一把抱起了阿尔法 继续前行 他告诉自己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就不会丢下这个伙伴 就这样 他抱着不知是死是活的阿尔法 在这片没有生计的冰川上 走啊走啊 不知又走了多久 也许是柯达的这份执着 感动了上天 就在他已经快要到极限的时候 远处的风雪中 出现了一个部落 柯达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是他的家呀 他们终于成功了 柯达用尽最后的力气 走向了家的方向 当柯达抱着阿尔法 走进部落的那一刻 部落里所有人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此前从来没有一个人 能在寒冬里回到部落 走进部落后 柯达提着的那口气 终于放下了 他倒在了地上 他的父亲不敢相信的 走到他的面前 一把抱住了他 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而虚弱的柯达 却第一时间指向不远处的阿尔法 父亲明白了柯达的意思 作为部落首领的他 看着这个自古就和他们 在食物链上竞争的纸对头 他还是叫来了部落里最好的巫医 为阿尔法祈祷资料 因为他知道是阿尔法把他的儿子带了回来 可他没想到的是 阿尔法不仅带回了柯达 还给他们带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代哈什器 至此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 人类有了最好的帮手 而万年后的我们也有了最忠实的朋友 好了 最后提一个问题 阿尔法是什么时候怀孕的 信息的朋友可以把答案留在评论区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有缘再见 阿尔法祈祷